那首先我想介绍一下 于伟文先生 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总裁 他将会致欢迎词 掌声欢迎 于先生 各位早安 非常荣幸可以欢迎大家 来到本场的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是香港金融管理局 与国际结算银行合办的研讨会 我特别想欢迎各位世界各地来的朋友 很多人都是三年以来 第一次来香港 央行的各位银行职员 还有各个银行的监管者 也是来到本次的研讨会 那我知道 我其他的监管者的同事们 他们其实已经来了香港几天了 主要是来巴塞尔监管委员会的 这个会议来讨论 本次对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核心的议题 那其实香港金融局也是非常荣幸 可以第一次去主持巴塞尔的会议 这个其实是自从三年以来 疫情爆发以来 第一次在巴塞尔以外举办的委员会 那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本次的会议 来到这个 大家也可以把握机会来到香港 感受一些香港的魅力 吃一些香港的美食 其实这几 最近呢 香港也是一个巴塞尔州 不只是巴塞尔委员会 巴塞尔艺术节 也是在香港举行 我们也有其他的艺术展 我们说的是艺术周嘛 也是正如火如荼的举行 请大家来各个不同的艺术博物馆 我们有很多特殊的节目 希望大家也是可以享受 那这个是 自从香港解除所有社交的封禁措施以来 第一场的金融规管的演奏会 那现在香港还有中国大陆的通关 也一切如常了 可以说香港的一切已经恢复正常 回到疫情前的状态了 其实亲自体验香港是最好的 那本次的研讨会 也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让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朋友 都可以亲自体验到 Hong Kong is now back 香港回归了 那本次这个研讨会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大家也可能知道 今年是香港金管局的 30周年 不但如此 25年前 BIS亚太地区的代表办公室 也是在香港1989年成立 那在过去的25年呢 金管局一直在支持BIS 去进行对话 希望各个央行 还有区域的央行行长 都可以加强合作 那我们非常荣幸 今年可以和BIS 在非常特殊的年份 为两个机构 共同举办本次的会议 在中国孔子的说法里面 30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里程碑 在论语当中有这么一句话 三十而立 意思就是说 人到30岁的时候 就应该可以终于自立了 那香港金管局 也是在庆祝我们的30周年 那此时此刻 回望我们过往的旅程 反思一下 我们过去30年走过的一些里程碑 再合适不过了 和其他央行一样 金管局的责任是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 我们的责任是要避免任何的危难 去处理一些的确会发生的金融危机 减缓它对金融系统的冲击 在过去30年 我们也是度过了非常多的危机 还有挑战 每次我们都从挑战中学习 变得更有韧性 更有适应力 特别是2008年的这个 1997年的亚太金融危机 还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是尤为让人印象新客 特别是2008年那次 我们看到那场危机当中 暴露了全球金融系统当中的一些弱点 那为了处理这些银行系统的短处 我们巴塞尔的监管委员会 在推出一系列的监管改革当中 扮演关键的角色 最重要的是巴塞尔三的这个框架 这个是强化了我们银行的资本 还有流动性的需求 确保这个杠杆维持在安全的水位 那香港金管局呢 一直以来也是在实施 还有制定这些新的标准方面 不为余力 那这些改革呢 在疫情期间也证明了 他们的用处 那尽管做了这么多 我们还有很润重而道远 那过去30年累积的经验呢 让我们有强大的基础 准备迎接将来 那为了具有前瞻性的去做我们的工作 我们要不断的找出前场的风险在哪里 这样子才可以更好的保障 我们免受这个金融系统当中的裂缝的伤害 那正如少早前我说啊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我们这个银行业的规管已经强了很多了 但是一直以来 环球的利率都在非常低的水平 但是过去一年 仅仅在一年之内 环球的货币供应环境改变了很多 全球很多的主要的央行都同时的提升利率 为了抗击通胀 那这种货币供应突然的紧缩 将会测试环球金融市场 还有金融系统 银行系统的任性 事实上啊 其实在过去两周 有一些美国的地区银行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个也导致市场蒙受了一定的压力 扩散了到太平洋 大西洋另一端的欧洲 结果造成了一些最古老的瑞士银行 也出了问题 我们要迅速的行动 保持警觉准备好 除了这些最新的发展以外 还有两个范畴 我觉得值得看一看的 第一个是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 他们对于实体经济的资金供应来说 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过去几年的这个市场的发生 Kegos LDI Near的市场等等的这些事情 也是让我们知道 杠杆持续累积 还有这个流动性的不平衡 即便是在非银行的机构当中 也是会对整个金融系统 带来更大的波动性的 因此我们必须加强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韧性 在整个系统出现压力的时候 要减少他们强化周期的特性 另外一个就是加密货币了 科技的革新 对于金融界来说 是翻天覆地的变革 现在金融机构 也准备迎接新科技 但是有时时候 这些金融上的创新 也会为监管者 还有市场的参与者 带来新的挑战 最近这些加密货币相关 发生的相关事宜 也是警醒了我们 让我们知道金融系统 还有加密货币两者 已经密不可分 然后将来也会进一步的 走得更近 这些事件都让我们看清楚 我们要做些什么 来弥补这些空缺 让这些有关的风险 不会进一步扩散到 整个金融系统 最终影响到实体经济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央行还有全世界的监管者 都要通力合作 协调做政策的回应 然后在个别的法域当中 进行实施 除此之外 我们也要确保 我们的工具箱里 要有足够的工具 包括一些专注在个别银行的 小规模微观的工具 同时我们也要用宏观的工具 来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 现在高利率的环境 并不是全球经济 面对的唯一挑战 经济增长也开始放缓 通胀依然高企 我们可以预期 这些宏观工具 将会在支持实体经济 还有维持金融稳定当中 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BIS还有巴塞尔委员会 都是非常重要的平台 可以让不同的央行 还有监管者之间 加强沟通协调政策 我们金管局 也会继续利用我们的经验 主动参加这些国际论坛 国际组织的工作 为这个环球的金融稳定 做贡献 那这也是真正 今天研讨会的角色 我们的主题是在创新时代下 与时并进的银行业监管 那这个监管局 还有BIS共同进行的 研讨会呢 邀请监管界 还有金融界 一些显赫的讲者 来分享一下 他们的真知灼见 还有经验 让我们更好的预备未来 我们更荣幸的是 请到西班牙行行长 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 帕布洛尔连迪斯·康斯 他将会做主题演讲 讲一讲这些宏观工具 怎么可以和微观工具 一起合作来加强 金融系统的稳定 除此以外 我们其他的讲者也会讲一讲银行系统 在这个非常变化多端的金融市场当中 如何可以让银行系统变得更有韧性 之后我们还有读边对话 会讨论一下最近一些加密货币发生的事情 还有加密货币市场的未来 我们的讲者今天都是在各自的范畴当中 拥有非常多的经验 我觉得他们分享的一些想法 一定会让我们硕果累累 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到来 最后我再讲一点 这一场的研讨会 只是香港金管局30周年 庆祝活动一系列当中的一次研讨会 那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国际的会议 也是今年由香港金管局来举办 来展示香港真正的回归了 那这些都已经在准备当中 我们接下来会进一步的宣布 有这些的活动 希望到时候这些新的国际会议 我们可能是今年下半年的时候 也会再次见到各位到场 谢谢各位